因為完成之後的話,再來思考如何利用樞紐分析表做一些統計 那統計的部分,請你針對幾個項目,包含就是說呢 性別 還有年齡 分佈 還有職業類型的占比 那只要我希望得到一個占比 那占比部分的話,當然就是百分比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把那個百分比告訴我一下 比如說這個問卷裡面呢,填寫的性別,男生多少,女生多少,占比多少 那年齡分佈是各式怎麼樣狀態 再來的話呢,就是說呢,職業到底是哪些為主,哪些最多 OK,這個第一個 可是你要怎麼知道這些訊息 第二個的話,哪一種的 哪一種設計類雜誌最受歡迎 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說,你會買哪一種設計類雜誌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從那個裡面知道哪一種推作歡迎 OK,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的話呢 買這個雜誌的時候他主要考量什麼 有沒有,所以比如說你買東西 為什麼你會買這個東西 難道是有名人代言嗎 名人代言有沒有效呢 其實或多少對有些人來說有效 還是說他比較便宜呢 不過發現很多人還是 會很在乎那個價錢 只要有折扣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哎呦已經打折了,趕快來買 那如果他沒打折的話,你可能就不會買 有沒有 所以買東西有沒有考量因素 這些因素的話就會左右 你到底會買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假設啦,你們將來自己 可能 從事一些 電商的工作,現在還蠻多人創業的 其實你也可以,假設你希望成功的話 你應該也要懂得如何做 一些問卷調查 然後呢,不同年齡層會 購買不同的雜誌 有沒有什麼差異 好,那假設啦,我們也需要針對這個做分析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 先 假設請各位待會做出性別的統計 佔比 那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想這樣啦 就是說,這邊是百分比 那這邊的話是 技術 最好旁邊的話也畫出圖表 那這個怎麼做 我這個資料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從雲端白板的第8頁裡面可以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分別按照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收入 其實都可以做啦 做的方式很簡單 其實如果你只要懂的 這個所謂的 樞紐 分析表的話 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第一步先把資料 先產生 OK,所以剛剛我們 做完的資料 然後再結合聚集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第1個 把這個公式做完 第2個把聚集做出來 第3個的話呢 做樞紐分析 表 跟樞紐分析 圖 大概就完成了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想知道說 在這些 B欄裡面 有這麼多 資料 到底男生 跟女生的比例 各佔比多少的話 那怎麼做 當然不是叫你用算的 男生一票 女生一票 那這樣這邊算完的話 我看 你這要花多少時間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按下插入裡面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就這個 樞紐分析表 它會自動幫你把整個範圍圈起來 有沒有 他會問你說 是不是這個工作表 問宣調查 刮虎二 是嗎 驚嘆號後面就是範圍 是不是從A1到O的151 對,沒錯 假設沒錯,按確定就好了 其實理論這樣應該都對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們要統計年齡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只要把什麼呢 把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叫樞紐分析表 藍位 那這個藍位的話基本上就對應到前面 我們 就是在 資料 其實他就等於是幫你新增益工作表在他前面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實際上就是把這些 藍位名稱 A到歐藍的 第一列的這上面名稱 幫你把它放在 這個他的所謂的樞紐分析 表藍位 那其中我們要統計的是性別 所以你把性別 拖拉到底下有四個框 有沒有 如果你要主要分析什麼 你就把他拖拉到 列的地方 列的下面 所以你把性別拖拉到列 那你會發現他會得到 不重複的兩個資料 有沒有 男跟女 因為他等於是幫你把 不重複的 資料 其實就男跟女而已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性別 再拖拉到直 那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把什麼呢 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 一個是把那個性別 拖拉到列 一個是把性別拖拉到 十 大概就這樣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邊到這邊 這邊到這邊 有沒有 就是這兩個 那你可以看到 他 性別總共剩下兩個 把他全部加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 男生女生好像佔比 男生好像比較多 可是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不是數量 而是百分比的話 那要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 男生百分之多少 女生百分之多少 那我們可以 再把直的 這個地方 拖拉到下面這個性別 他的右下角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箭頭 那你點選之後的話 有一個直的欄位設定 直的欄位設定 如果你要顯示為 百分比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切到直的顯示方式 他原來是無計算 你把它改成 總計百分比 也就是把他的資料 改成 百分比的狀態 那就可以 記得 這個地方 剛剛拖拉這個 拖拉下來之後 點選這邊 然後叫什麼 直的欄位設定 的直的顯示方式 改成總計百分比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顯示出 百分比的狀態 OK有沒有看到 那可以看到 佔比男生 男生是 百分之 58 女生的話是 41 OK 那如果呢 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顯示數量 除了說呢 我要百分比之外 我希望旁邊再多一欄 就是他 他數量 男生幾個 女生幾個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你再把性別再拖拉一次 放在哪裡呢 放在直 的第二個 位置 那你會發現 數量就出現了 好所以這個第一個啦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這個 那這個工作表 改成叫做 性別 性別 樞紐 分析好了 OK 好 那當然呢 做完之後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他是放在他的前個工作表 然後呢這邊就可以 做一個統計分析了 那可是喔 最後其實 如果用數字來看 那已經蠻蠻清楚的 可是 有一些人還是想說 像你的老闆 想說那可不可以幫我做成圖形 因為你這個數字我看的其實 雖然我看了懂 但是我看的還是沒有圖這麼直覺 所以你可以幫我畫成一個圖好了 那如果 這個百分比喔 幫我畫成 圓形圖 因為其實有沒有 派圖 應該叫派圖吧 那這個的話呢 最好用直條圖 有沒有數量 比例的話用圓形圖 數量的話用直條圖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接下來喔 畫圖 那什麼畫圖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畫圖請你在 樞紐分析工具 的分析點下 記得喔如果他沒出現 理論上他有可能會直接切到這個 頁面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找一下 樞紐分析工具的分析 找到樞紐分析 那把圖畫出來 也就畫兩個啦 一個是 圓形圖 一個是直條圖好了 OK 那怎麼畫很簡單喔 你就切過來 樞紐分析圖 第一個 我需要直條圖 先 比例 比例是圓形圖 那我就點選 圓形圖之後 你會發現 性別就出了 按確定 那這邊就有個性別 出現了 但是其實當然呢 如果你希望他更清楚的話 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再新增 資料標籤 標籤的話呢 建議是用圖說文字 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說 還要看顏色 看完顏色 還要看這邊 這個是男 這個是女 不直覺的 我習慣是這樣 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然後新增資料標籤 叫做圖說文字 這樣就是男 這樣就是女 而且很清楚 59% 因為他自動敬畏 58.67 45.59 然後這個是41 OK 第一個圖產生了 所以當然你看這個 跟看這個 哪個清楚 當然看下面清楚吧 所以以後的話 你千萬要把你的老闆 當成是 懶人 因為說真的 現在的人 誰不懶 誰都希望說 越簡單越直覺越好 對不對 OK 所以你就給他這個 我懂了 我們這個問卷調查的結果 原來找男生的機會比較大 女生好像比較少 所以問卷是不是可以再補一下 女生的部分可以再增加一點點人數 再來的話 數量 數量怎麼表達 可是這個只是顯示什麼 男女的比例 可是我希望數量告訴我一下 那數量很簡單 一樣 再把游標放在這個區域裡面 分析裡面 找到樞紐分析 圖 然後呢 我們就用直條圖就可以了 直條圖比較 容易顯示的是他的數量高低 所以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顯示他的數量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數量產生了 OK 那數量的部分的話 這邊 當然還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篩選 OK 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量男生就顯然 高於女生 OK 所以呢 待會的話請各位 就是先做性別的部分 那性別做完之後 其他 剛剛我們有看到 除了說性別之外 把年齡跟職業也順便做 做法一樣 所以喔 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再做 年齡的話怎麼做 一樣優標放這邊 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年齡拖拉到列 再把年齡拖拉到值 然後再把這邊呢 先改成什麼 改成值的顯示方式 總計百分比 百分比做出來 那這個看得出來 最多的是16歲到30歲 然後再把年齡再拖拉一個 數量出來了 然後一樣的方式 再做樞紐分析圖 這個先做圓形圖 然後把他放到下面這邊 這個的話再把他放到這裡 OK 然後 按右鍵 所以剛剛按右鍵 新增什麼 圖說文字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比較清楚了 16歲到30 是最大宗 甚至你 還可以把這個區塊 這個 把他往外拉 凸顯一下 怎麼往外拉 很簡單 就是 先點一下 選整個 再點這一塊 選這一塊 再往外拉 他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了 說真的 哪個老闆不看到 覺得很開心 好清楚喔 原來我們 公司的產品 哪些銷售比例 是占多少 一看就一目了然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趨勢 說真的如果 假設 你要統計資料 看圖形化是最直覺 最後再來做一個 直條圖 所以一樣 直條當然確定 那把這個直條圖 擺在旁邊 所以就放兩個 這個就是把它改成 年齡 樞 蘇柔分析 年齡 年齡 樞 樞 樞 分析 OK 所以今天的話 至少就是做 性別 年齡 還有 看什麼 職業 當然如果教育程度跟月收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再統計 當然也OK啦 你就是 分別 把 這個 性別 年齡 我這邊其實主要是 性別年齡跟職業 OK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請各位先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